大家好 今天是12月3日 星期四的下午 讲讲过去这个星期恒生指数走势 还记得我在上周四跟大家说 月先图50线很重要 26700点是个很大的分水岭 结果整个11月连27000都见过 竟然到最后一个交易日 即11月30日 星期一的下午 才来重挫500点 当日是500点的阴烛 接下来这几天恒指只有一个行字 低位低不过当日的低 大概26341 高位高不过当日的高 26853 所以 仍然是要审慎 我建议大家看新经济 没什么力量 究竟 中资金融也不是炒很久 暂时看法 我觉得要留意 南方都已经发行 恒指反向2倍 ETF7500 如果后市 确认再次跌穿星期一的低位 即26341 去收市 我相信跌浪就会来 所以先带着袋子 今个星期说到这里 到处了 到处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